国际奥委会第130次特别代表大会 昨天在瑞士洛桑举行投票 以致决定2024年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将同时选出 两个申办城市洛杉矶和巴黎 谁先举办将在今年9月13日 在秉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 第131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投票决定 参加当天的国际奥委会 全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一共有83人 大家一致表决通过了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上个月有出的决定 那就是在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城市 只剩下洛杉矶和巴黎的情况下 将202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受与落败的城市 有利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长远利益 投票结束后洛杉矶市长加塞蒂和巴黎市长伊达尔哥 登上主席台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站在中间 高举起两人的手表示庆祝 NTVC中央报道